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晶圆代工市场,由于三星电子、英特尔仍存在制程落后,量率偏低的问题,台积电在晶片代工领域一家独大。 随着AI需求强劲,下流晶片制造商持续抢工强产,台积电在报价上仍具较大主导权。 据半导体业界人士消息,台积电为降低海外厂高营运成本及2奈米部署成本所带来的毛利率冲击,近期已向多家客户释出2025年代工报价。 包括AI在内的HPC的业务订单、智慧型手机业务订单。 不过,今年台积电7奈米以下制程的代工报价已较去年上涨3%至6%,16奈米以上大多维稳。 有媒体分析称,台积电之所以继续涨价,晶片代工领域的主导优势及其毛利率折损可能是主要原因。 其次,考虑到海外工厂建设的增产成本、先进制程产能转移及部署成本、台湾电价全面上调以及通膨等因素。 业内预计明年台积电会有1%的毛利率稀释,这也为台积电涨价以抵消亏损提供了理由支撑。 此外,辉达此前下单的Shore超级极件Super Hot Run获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代工价格。 去年年底,辉达向台积电下单销往中国的人工智慧处理器于2024年第一季度开始履行。 具体来看,据知情人士透露,台积电已经调整2025年向客户提供的代工报价, 以减轻由海外工厂高营运成本和2奈米部署成本造成的毛利率损失的影响。 客户还可以获得代工厂对2奈米工艺制造的报价。 该工艺制造计划于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,台积电的先进制造和封装技术正在不断进步。 2奈米制程的部署成本已开始影响代工厂的毛利率。 消息人士称,考虑到通膨压力和建设海外晶圆厂相关费用的增加,台积电已经通知客户。 2025年的价格可能会上涨10%,调整主要针对晶圆代工厂先进的5奈米、4奈米和3奈米工艺制造。 根据客户关系、产品类型、订单量和制造能力等因素,拟益的涨幅将超过早先预计的4%,最高可达10%。 与之相反的是,7月份曾有市场消息指出,当前台积电6奈米、7奈米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0%, 2025年1月1日起将会降价10%,据知情人士透露,台积电将针对包括人工智慧、AI在内的高效能运算、HPC产品相关客户订单, 将2025年的定价提高8%至10%,针对行动通讯客户的定价提高约6%。 消息人士称,鉴于台积电在5奈米以下制程领域几乎处于垄断地位,将订单重新分配给三星电子和英特尔可能会遇到挑战, 比如生产工艺低劣和量品率不理想。 此外,台积电在5奈米、4奈米和3奈米的制造能力已经全部用完,制造商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,只能等待现有产能。 不过,一些人士同时表示,由于PC和智慧型手机市场回升缓慢,台积电持续上调代工报价,转嫁给客户的难度不小,到2025年可能不会出现秘形复苏。 消息人士还说,客户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价格上涨的影响,这可能会适得其反,抑制购买热情。 目前,只有像灰达这样的AI晶片制造商才能承受台积电的提价。 另外,供应链消息称,台积电高雄厂首座2奈米厂P1即将完工,预计于11月下旬邀请多方举行进机典礼,12月1日起展开装机。 对此,台积电并未正面回应,仅表示,高雄晶圆厂于2021年11月宣布,于2022年开工,目前进度良好,并已设有公共基础设施。 据设备行业消息人士称,台积电位于宝山和高雄的2奈米晶圆厂之外,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FAB21晶圆厂,将在P2工厂采用2奈米技术,预计于2028年量产,表明该代工厂已准备好大幅提高2奈米晶圆厂的产能。 台积电表示,高雄厂需计划为先进制程,使用100%的再生水进行生产,预计由高雄市南紫和桥头两座再生水厂供应,并将是开发进度,逐步导入更多绿色制造与资源循环机制。 台积电还强调,2奈米制程技术研发进展顺利,其效能和良率居按计划实现,甚至部分表现优于预期。 2奈米制程将如期在2025年进入量产,量产曲线预计与3奈米相似。 目前,台积电位于高雄南紫园区的建厂工程如火如土杆工中,P1厂工程进入尾声,办公大楼与第二座厂P2结构体已成型,第三座厂P3在10月动工。 半导体行业人士指出,台积电第四座厂P4,第五座厂P5也已启动环平工作,预计未来将作为2奈米世代的A16制程的晶圆厂使用。 业界人士还提到,台积电P1厂最快明年第二季度试产,按规划将今年底进驻高雄厂区约1500人,大部分以家住高雄的员工为主。 明年第四季度,随着P2厂展,开装机作业,进驻员工数,预计可达4500人。 高雄厂区取得重点进展之际,台积电的2奈米制造业务将在新竹科学园区HSP宝山的Fib20厂区和高雄男子的Fib22厂区进行。 Fib20将于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生产,月产能约为3万片晶圆。 Fib22厂将于2026年第一季度开始商业化生产,月产能约为3万片晶圆。 据消息人士称,这一产能将使台积电的2奈米工艺总月产能提高到6万片晶圆。 台积电董事长、纪总裁魏哲嘉曾信心满满地表示,2奈米工艺的需求空前高涨。 目前,2奈米制成的计划产能已超过300米制成。 值得注意的是,据晶片制造商的消息来源称,台积电已经向客户验证2奈米产品蓝图,并提供高于3万美元的工艺报价。 魏哲嘉之前在法说,会上表示,HPC应用客户虽大多数采用chip light方案,但并不会影响客户对2奈米的热情。 而且,他认为客户目前对2奈米的需求高于3奈米,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 此外,他还表示,A16制成也很有吸引力,公司正积极准备产能,以满足客户需求。 业界预期台积电,最大客户苹果将是2奈米首家客户,而英特尔、AMD、辉达、联发科等客户后续也将陆续跟进。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谢谢。